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排名第十的 安帝斯神旧 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猛禽之一 这家伙的一盏最大可达3.3米 体长1.3米 这种大鸟的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 安帝斯神旧主要分布于南美洲的安帝斯山脉 数量仅在400到4000只之间 极为罕见 雄性安帝斯神旧的头上 长着一个像是机关子一样的东西 雌性没有 他们的脖子往上几乎都是秃的 这个家伙每天要飞200多公里寻找食物 主要就是以一些腐肉为食 是一种食腐动物 他们一般很少会主动攻击猎物 攻击性不强 在很多地方 安帝斯神旧也有着青道夫的称号 很多大型动物死后 尸体暴露在野外 如果在安帝斯神旧的活动范围内 就会被他们吃掉 在一定意义上 安帝斯神旧对自然界的贡献非常的大 如果没有这些腐蚀动物 将一些大型动物的尸体处理掉 等到尸体变质 很有可能会散发出各种激